那边志工伙伴也靠过来 各位媒体朋友 尤其是我们荒野保护协会 这次寻善团的伙伴志工 大家早安 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藻礁的关怀 那么今天是我们抢救大团藻礁 第121次的记者会 那会开这么多次的记者会 一定表示 当我们发起这个藻礁公投的时候 我们荒野保护协会 这是中台最大的环保团体 他们很快的会员大会里面 他们用实际的行动 他们从12月17号开始 就巡回全台 到每一个城市 由当地的志工这些参与 然后一起到街上去广宣 我们藻礁公投的意义 当然这样的过程 我们有很多的市民 实际上就是接触到了藻礁的重要 然后他们也收到了许许多多的签署书 所以我们非常感激 那我们工作小组呢 就决定了今天也是一个细雨纷飞 那么这样的日子呢 说实在我们心中有的特别感动就是 其实我们的藻礁呢 在这样的季节里面 就是他们长得最好最漂亮的时刻 荒野这种呢 这么具体的来为我们藻礁 像苦行僧一样的行为 让我们感觉跟藻礁的美丽是相互回应的 那我想呢 我们再请这一次的寻善团的领队 山珠 山珠是他的荒野保护协会的自然名 也就是每一个荒野保护协会的会员 他都有一个自然名 他叫山珠 那山珠呢 他是这一次的领队 在请他做这个发表之前呢 我想我要给他一个 我们真诚感动的这个拥抱 山珠可以接受我们的拥抱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荒野的伙伴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请山珠来报告一下 他在这一次14天的行脚里面 他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 那么对未来 我们这一次藻礁联署 他又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新的 新的规划和期待 来山珠 谢谢潘老师 潘老师还有大家好 我是荒野保护协会的志工 我的自然名叫山珠 那这一次的寻回团建 就是我们所谓的藻礁公投联署 及友善环境寻善团 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是在推广所谓友善环境 不仅仅只是说针对藻礁公投这件事情而已 那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有收到一些联署书 大概将近两千多份 但是重点不在于说 这些联署书有多少 而是在我们每个分会的每一位志工 都能够很切实的去让更多的人 知道这个藻礁的重要性 以及保护它的一个重要性 那在这过程当中 也顺带的去带动起 我们荒野保护协会各分会 能够开始很自主的 去做这个街头连署 还有摆摊等等的这些的动作 我想这个象征意义会比实质上的意义 会更大一点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公投过程当中 会发现到很多民众 其实对于找家政议题是不认识的 好 我想在这个方面 可能我们还要再多加强宣传一下 另外呢 我觉得有关于这个公投 其实坦白讲在之前的记者会 都已经说过它的重要性 那我个人会另外觉得说 它其实是对我们政府这几年来 一直推动环境教育的一个检视 还有对我们民众对于自然生态保育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检视 我想在藻礁还没有被保护下来之前 我们荒野保护协会还有所有爱护生态的所有的志工 都会非常愿意的继续的努力下去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山珠 那接下来呢 我也要请 有过多次一起跟着这个悬膳团 去做宣导的一个志工 他的荒野名叫做玉米 来 我们请玉米来表达一下他的感想 与其说我是默默为那个藻礁发言的志工 我觉得倒是应该要更真切的讲 应该是藻礁教导了我许多的事情 跟大多数的民众一样 其实我是很知前的 我在一年多以前呢 那个桃园整个海岸对我来讲 我还只知道是只有永安海鲜 因为没吃的海鲜 在一个机会呢 在康老师的教导上 我亲民到那个大潭早教 我亲眼看到他那个生态的丰富 其实是相当的惊艳 而且也惊讶不已 台湾既然有这样珍贵的一个资产 我怎么这么晚才知道 所以我就自动的毅然毅然的 我觉得身为一个台湾人 我也身为一个母亲 我应该用具体的行动 做一个最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台湾的爱 也是对教导子女的一个榜样 所以我自愿来参加这样子一个 守护藻礁 然后公投联署活动的一个宣导 请大家有业的联署 谢谢大家 谢谢玉米 他实在是说出了我们很多台湾人 在不认识藻礁 之前和认识藻礁之后的不同的观感 我想今天我们的执政单位呢 会忽视这个也必然是因为 不管他们是否到过现场 实际上他们没有真正的感受 那荒野保护协会呢 25年来一直在做这个环境保育的宣导 他这种教育的功能 其实就在这一次我们藻礁保育里面呢 正在发挥他强大的能力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荒野保护协会 那接下来呢我要请 从13年前 应该是说14年前就开始 抢救我们桃源珍贵藻礁的一个团体 叫做台湾满野新竹保护协会 我们现在请理事长陈宪正来先发表他的看法 好 谢谢帕老师 谢谢各位媒体记者 其实山珠是我认识已经很多年的朋友 那我同时也是荒野保护协会的一个会员 那其实早在今年的7月初 荒野保护协会在会员大会里面 就已经有提案 经过全体会员的一个支持通过 全力来协助找到公投 如今 荒野保护协会的伙伴 更是动员全台湾所有的志工 牺牲自己的假期 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在全台巡回串联 这个过程中 其实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参与实际联署的一个公民行动 它更是藻礁环境这样的一个培训课程的一个推广 一方面它是积极的参与公民活动 另一方面也是致力于环境教育的一个推广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行为 那在联署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家长 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行动 透过这个解说牌的一个制作 透过生态 藻礁生态的一个解说 让不了解的一个民众 它可以揭开藻礁的一个面纱 进而凸显藻礁的一个保育的价值 珍爱藻礁公投是一个生态保育的公投 它的意义不是只是一场对于国家重大政策的一个不绝权的心事 它更是一场推广生态环境教育的一个公民活动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联署 让珍爱藻礁公投可以顺利成案 谢谢 好 谢谢陈女士长 那实际上呢 十四年前就开始投入的一个律师呢 是现在满野新族生态协会的蔡雅寅律师 那个时候她就为关新藻礁请命 直到今天她继续为大潭藻礁来奔走 来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当时要到决战的假期 那新的一年很多朋友都会许新年的愿望 那我们很期待台湾有更多的朋友 能够一起来许2021年的新年愿望 是在跟亲头好友一起 把这七千多年的反珍贵的藻礁能够守护下来 珍爱藻礁公投其实是台湾第一个 以生态保育为主题的一个公投 就是我们过去有很多不同的议题 但是直接针对生态保育它应该算是第一个 所以能够成为这三十五万分之一 然后一起促成台湾第一个 以生态保育为主题的一个公投的实现 其实是一件很 就是说是一件会让人家觉得很高兴 然后很值得纪念的事情 那尤其藻礁在这里 默默的守护我们台湾已经七千多年 然后我们很希望 就是上一代留给我们的一个珍贵的生态的礼物 我们希望我们未来这一代人 当我们老的时候 变成人家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时候 或者是就算你没有小孩 可是我们台湾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的下一代 我们希望未来的小孩子 能够跟我们这一代人一样 能够看到藻礁的美丽 能够带着小朋友去观察生态 那希望更多人一起来支持 那因为我们连署的时间 因为我们很希望能够在今年八月 八月就投票 表演如果错过今年八月 还要再等两年 早就可能会被伤害的更厉害 就更没有机会就回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今年八月投票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今年的三月中的时候送件 那因为还需要整理的时间 所以要在二月底以前 明年二月底 明年二月底以前 募到三十五万份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三十五万份 好像是天忙夜谈产 事务做不到 可是其实并不是做不到的 我们在一阶提案的阶段 其实就转转十天左右 就募集到了将近一万大约一万份左右的一个公投的提案书 那其实参加过一阶提案的朋友 其实不要忘记 你参加过一阶提案之后 一定要继续参加二阶连署 不要提案完以后以为只能写一次 其实提案完之后还是可以参加连署 所以我们邀请这一万位 曾经参加一阶提案的朋友 一定要继续来参加我们的二阶连署 那除了继续参加二阶连署之外 我们希望每这一万位 曾经参与提案的朋友 每个人在想办法 再邀请三十四位朋友 我们现在只剩两个月 平均要两天要多邀请一位朋友 有那希望大家以 就是第一位 那一万位提案的能够帮忙 再邀请三十四位朋友 但是我觉得邀请三十四位朋友好像很难 也是我们也可以邀请七位朋友 愿意帮我们签连署 然后并且再邀请四位朋友 这样其实加起来也是有超过三十 也会达到三十五万份 所以我们相信 只要大家够努力 一定会实现 那其实街头的连署一定还是会持续进行 我们希望更多朋友 看到荒野的志工或看到其他团体的志工 在募集连署的时候能够给一些鼓励 然后资料去签连署 那因为像有疫情的关系 可能大型的聚会是很困难的 可是我们很希望如果大家 像过年的时候 跟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 或伴以为牙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朋友本来就有的聚会 大家就一起拿出来 然后将来有一天 如果找到真的保存下来 我们所有大家一起签得清楚 亲人跟朋友 大家回想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国益 希望更多人加入来 促成这次的工程 谢谢雅云律师 除了满野 除了荒野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环保团体 现在正默默的在帮我们做联署 那我跟大家报告 目前全台有66个联署据点 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联署据点加入 那我们最近发起了一个全民旧藻礁 这个旧藻礁是一个自助式的 我们在云端上面呢 有摆了很多很多的资料 第一个是增一万位伙伴 每人募集35份 这样就有35万份 第二个是呢 我们希望有一千个商家 来当我们的据点 虽然现在只有66个 但是慢慢的呢 也会达到这个数字 那每个商家帮我们募350份 350份 这样也有35万份 那我们现在呢 也有许多的摆摊游说团 像我们在桃园夜市 几乎每天都有团体去那里办理 甚至包括到大学的校门口 去收集联署书 那我们希望呢 有一百个这样的摆摊团体 每一个呢 在2月28号之前呢 能够收集到3500份 这样也会出现 35万张的联署书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未来 其实是充满着期待和希望的 那我们一相信 我们也可以努力的达标 所以我们最后来喊个头 就是 珍爱藻礁 联署 联署达标 我们喊两次 我喊一次 大家跟着喊 来 珍爱藻礁 珍爱藻礁 联署达标 联署达标 谢谢各位亲爱的伙伴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呢 是用所谓风雨故人来 我想我们也要在这个风雨的日子呢 给我们的藻礁 最大的帮助 也请全国人民一起来 守护我们珍贵的藻礁 谢谢大家 媒体朋友如果有想要专访的 可以随时 我们现在暂时记者会就告一段落 欢迎来联系 谢谢